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让我们在这边一同来聚集,来学习圣经上的道理 一年一度的成人神学训练班 这个班级应该算是教会活动里面,我最喜欢参加的 因为在这里比较没有压力 而且还可以欺负老人家 因为如果是带学生的活动 我们要替他担心很多事情 担心他们信仰成长没有办法长大 担心他们面对世界上许多的诱惑 担心他们没有办法亲自的去认识神 但是到了成人神训班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子的压力 因为大家走到了这个年纪 仍然愿意在神的家中花时间来学习道理 甚至在这个不是很方便,也不是那么舒适的环境里面 能够在这里住一个星期 我想大家都知道自己所信的神 所以我不用担心你们 你们都在主耶稣的手中 感谢主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 有安排了八节课 来讲选民的旷野生活 就像我们所知道 这一段的历史 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旧约当中 他也用了很大的篇幅 在讲这四十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在八节课当中 把这四十年讲清楚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的内容 有太多的事迹 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只能够在这里 给大家做一个大致上 观念上面的一些学习 做一个简单的历史简介 这个大家都需要知道的 我们都知道摩西四十年在王宫 然后四十年在旷野操练 然后用了四十年的时间 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然后来到约旦河 所以这最后的这四十年的摩西人生 就是以色列人行走旷野的这四十年 所以在聚会当中 我们常常听到这一方面的道理 但是因为听得很多 有时候我们对地理 位置 时间 顺序 有时候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里 做一些介绍 然后我们讲一些里面 比较重大的事迹 来做我们今天的学习 所以基本上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 在这里给大家画一个简单的地理位置图 在北边 这里是地中海 这里是地中海 然后地中海下面 这边就是埃及了 埃及底下 这一块 这里是红海 所以埃及小河 这个不重要 迦南地在这边 迦南地在上面 迦南地其实就是 北边这一块 然后我们就 这大概只是大概画一下 这死海 那上面这里 上面这边就是约旦河 约旦河 约旦河在死海上游 然后死海一直往南 其实 这边都是海 这整个都是红海 所以以色列人到底他们的行进路线是怎么样的 从一开始他们原本住在 从兰塞起行 他们原本 我们就从埃及地 过红海离开埃及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在十大灾阳之后 这个法老王赶着他们 赶快离开出去 所以以色列人就离开了 但是奇怪的是 这个迦南地在这边 但是他们离开之后 不是往这边走 他们不是往这里走 离开之后 神带着他们往南边走 所以就从这里一直到西乃山 西乃山 这里是西乃山 所以他们从离开埃及之后 一直下到了西乃山 这里花了三个月 然后在这边大概住了一年左右 然后再继续出发 一直出发一直到加底斯 在上面这里 然后这里就开始乱了 现在这里就出问题了 在这边接下来就是 派着十二个探子 进到迦南地去 溃探这地 结果回来就不好的消息啊 所以他们又开始绕圈圈 所以前面这一段 大概总共是两年的时间 最后在绕来绕去 旷野里面绕了三十八年 所以这是他们 大概就是他们的历史 就这样绕 先到西乃 在这里得到律法 接受十诫 就是在这边安营 大概一年左右 第二段就是在这里 绕绕绕绕绕绕了三十八年 所以按照神所说的 那一代不信的 悖逆的 全部死在荒野 唯一只剩下 约书亚跟迦勒 两个人 可以进去迦南 所以他们后来又回到这里 再重新出发 再重新开始 所以这就是他们 四十年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 其实他原本的距离非常近 当他们离开埃及 如果要直接从这边进迦南 一个月就到了 所以你看 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虽然走得很急 但是没有人很紧张 你有没有发现 我跟你讲说 如果你今天 只是到 你只是到隔壁去走一下 纽约教的信徒 你要去扭折喜 晃一下 或者是 要到Garden Grove去 你会很紧张吗 我去久久大华买个菜 等一下 我先拿行李箱 我需要带 这个刷牙洗脸的用具吗 你其实不会担心的 因为去去就回来了 所以其实他们 原本离开埃及 要到迦南 它的距离是不远的 就像我们说 走这里走了三个月 那是因为这条路上 出了一些事情 什么苦水填水 什么麻辣乙林 全部都发生在这里 在这里没有饭吃 跟神吵啊 就天降麻辣 所以就这样子 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 也只有走三个月而已 从西乃山出发到 家里是走多久 11天 我们不要以为 那个距离很遥远啊 11天 顶多再加5天 你就进迦南了 但是这么短的距离里面 却因为人的软弱跟不幸 你可以绕三十八年 才绕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生 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 今天不是问题不能解决 而是你对神的信靠 信不下去 神说你就交托给我 我来处理 你说没有关系 谢谢你 有需要我再联络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人生 就是在这里这样 三十八年 绕过来绕过去 就是走不出来 因为不敢交托 或者是舍不得交托 你可能会觉得说 什么叫做舍不得交托 舍不得交托 就是你知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你也知道 做对的事 你才能够得到 神的喜悦 能够得到应许之地 但是你也知道说 选择正确的事 你要放弃一些 或牺牲一些 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就在三十八年当中 不断地挣扎 给你还我 给你还我 跟神拔河了三十八年 虽然都是在走旷野 虽然都是走信仰路 但是有时候路一样在走 不见得非常有意义 所以到最后 这些路程都是多余的 到最后就是 这一些就变成他们的 他们的一个伤害的回忆 就是这就是他们的痛苦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 其实他的距离 真的不远 但是当人没有那个信心 只好就在这里 一直循环 到你有勇气为止 我们都知道说 以色列人的四十年当中 他有两个很重要的 跨河的神迹 跨海的神迹 所以当讲到过大河 过大河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红海 红海跟约旦河 这两件事 红海跟约旦河 代表着是 以色列这条旷野路的 开头跟结尾 所以从出埃及记的 第十二章十三章开始 讲到他们离开了埃及 然后要准备 开始他们新的旅程 但是这一条路 这个过红海并不顺利 为什么不顺利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出埃及记的第 到第十四好了 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 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第六节 第六节 这里说 法老就预备车辆 带着军兵同去 并预备六百辆特选的车 和埃及所有的车 每辆都有车兵长 第八节 那神使埃及王法老的新刚应 他就追赶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是 昂然无惧地出埃及第九节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和一切的马匹车辆 马兵和军兵 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的 对着巴黎喜分 在他们安营的地方 追上了 好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当他们离开埃及以后 这时候啊 这个法老啊 突然啊 突然醒过来啊 为什么我们让以色列人离开 那这样以后 谁要做我们 谁要做我们的奴隶 谁要去种田 谁要去养牛羊 谁要在家中服侍我们 因为啊 做主人 做习惯了 一下子没有奴隶啊 不会生活啦 所以在当代最强大的国家埃及 就出动了他最强大的军队 然后就开始在追赶 在追逐以色列人啊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 还在过红海 应该讲说 他卡在红海啊 卡在红海啊 红海他们过不去啊 所以前有红海 后有埃及追兵 圣经里面讲说 这个时候 以色列人就 慌了 就乱了 就哭啊 就哭嚎啊 跟摩西抱怨 跟摩西说啊 埃及没有地方 埃及没有坟墓吗 你就不能让我们 好好的死在埃及吗 有时候你看圣经 那个以色列人说话 其实蛮有趣的 说埃及没有墓地啊 为什么要我们 死在路边呢 死埃及没有很好吗 所以他们很害怕 很紧张 很担心 很生气 其实这是一件 很悲哀的事情 为什么很悲哀 因为他们才 刚刚看完神迹 不是吗 这个神为他们 在埃及地 行了十大灾殃 让圣经里面讲说 埃及人都怕他们了 被神刑罚到 埃及人都怕他们了 说摩西在埃及人眼中 好像神一样 很可怕啊 结果才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 再体会了一次又一次的恩典 只要遇到问题 通通忘光光 没有纪念神的作为 也没有学习在 也没有在神的经历当中 去做成长 所以今天已遇到问题了 他们唯一的就是 哭嚎抱怨 但是在这里 神有没有生气 你如果仔细看 神没有生气 神没有责备他们说 你们这些小性的人 神也没有生气说 要不然你们全部回去死在埃及好了 神在这里 神都没有对他们发怒 摩西也没有对他们生气 所以摩西跟他们讲说 你们放心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你们放心 他说你要睁眼来看 神今天怎么样为你成就大事 他说你今天看到的埃及人 你永远都看不到了 所以红海分开 以色列人走干地 埃及军队追赶 结果神用云柱火柱 把他们隔开 你追不上就是追不上 好像危险非常接近 就在你的后面 你追不到就是追不到 因为神在保守看顾 所以圣经里面讲说 其实他们 那个埃及追兵 人家是骑马的 埃及追兵跟以色列人 他距离非常非常的近 但是有神的看顾 追不到就是追不到 然后到最后 以色列人走干地 上到另外一端 圣经里面讲说 红海又合起来 所有的埃及军队 就全部淹死在底下 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 因为在经过四十年之后 当他们来到了约旦河边 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 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三章 第三章 约书亚记三章的第七节 神对约书亚说 从今日起 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众人 眼前尊大 使他们知道 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第八节 你要吩咐台约会的祭司说 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 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 我们再看第三章的第十四节 百姓离开帐篷 要过约旦河的时候 台约会的祭司在百姓的前头 十五节 他们到了约旦河 脚一入水 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 漫过两旁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 便在极远之地 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 停住立起成累 他说 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 就过去了十七节 台神约会的祭司 在约旦河中的干地站立 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 直到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 好 我们把这两段记载 把它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觉说 他们虽然都是在过大河 虽然都是走干地 都是经历神迹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跟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他们的反应 跟神的要求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讲 在这个时候 因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 已经被欺压了四百多年 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很有限 他们在信仰上 也没有什么信心 所以在这个时候 神是不纪念的 神是不跟他们算账的 神是不会生气的 因为他不懂啊 就好像说 今天你家里有一个小孩 你说生了一个小孩 现在六个月 怎么还尿在尿布上 你有沒有搞错 你要怎样 他就是不会 他就是不懂啊 所以三个月 六个月的时候 你对他包容度 是非常大的 但是当他三十岁的时候 做妈妈的啊 真的是啊 你怎么还在尿床啊 跟你的三十岁的儿子讲啊 你怎么还在尿床 你的儿子如果三十岁了 还在尿床 我想啊 你应该不会觉得说 没有关系啊 没什么关系啊 你会很难过啊 所以啊 今天在这个时候 神对他们的包容度 是非常大的 在不懂不会的时候 在信仰的初期 在刚刚接触神 神了解 你不明白 你不懂 没关系 你慢慢学 就像我们对小宝宝啊 那个容忍肚子非常大的啊 你就慢慢教慢慢带 你就看他慢慢地长大 但是在经过了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之后 我们发现说到了约旦河旁边 神对他们的态度跟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红海的时候啊 他们什么都不用做 你会发现他什么都不用做啊 只要哇哇叫 哇哇哭 摩西说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我处理我处理我处理 不要生气啊 你看没问题的 因为他们 因为就是刚出来嘛 小孩嘛 可是啊 经过了四十年之后 当他们到了约旦河旁 神对他们说 神对百姓说 说叫那个台约会的祭司 下到河的中央去啊 然后河水才会为你们分开 这个是对他们的要求哦 神没有跟他们讲说 没事没事没事 来我处理我处理 我帮你们分开 你们就快乐地过去啊 神说 你要过约旦河吗 你要得到应许之地吗 先下去啊 神对他们的要求提高 而且提高了很多 作为属灵的祭司 你必须要身上担负着 神的约会 所以做祭司是身份 台约会是本分 约旦河为你分开 叫做福分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愿意做祭司 不要啦 我不要侍奉神 不要啦 我不要做祭司 不要啦 我不要做属神的子民 你就留在埃及啊 这跟你没有关系啊 这个迦南地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你不是属神的 如果你不愿意抬着约会啊 你只是祭司下水是没有用的 这里说台神约会的祭司 是抬着约会下去的啊 所以你今天要能够过约旦河 进到迦南 你需要做到两件事情 叫做身份的改变 你是属神的 你是神的祭司 另外一个叫做生命的承担啊 你肩上的承担哦 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自己的承担 但是你肩上的担子 你在挑的到底是什么 有人肩上是扛着三个房子的mortgage 就直接爬地上啊 有人的承担是需要再买一台 更好的会飞的车子啊 有翅膀的 有翅膀的 有的人的承担是希望在事业版图上 更加的扩张 有人的承担只是希望 家里有一台一百寸的电视 所以啊 今天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肩上所扛台的担子都不一样啊 这里讲说 神的祭司肩上扛着神的约柜 踏入约旦河里 你就会看到约旦河为你分开 你就进去得到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问自己啊 你的身份是什么 还有你肩上所扛台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祷告是没有用的 我先跟你讲 这个时候祷告是没有用的哦 我们不要以为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啊 祷告是万灵先丹 凡是祷告就可以哦 我告诉你啊 有时候祷告是没有用的哦 神叫你踏入水中哦 走到里面啊 你说我不要啦 你说我害怕啦 我去祷告 跑到约旦河旁 拼命祷告啊 不是祷告我还进食哦 神啊我还进食哦 你进食到昏倒都没有用啊 当神的旨意已经显明了 这不是祷告的时候 这是去勇敢执行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祷告的 神跟你说要 神跟你讲说你要热心聚会 你说我去祷告看看啊 神会不会跟我讲说 其实你可以不要聚会啊 这种事情是不可以祷告的啊 神告诉你说你要保守圣洁 你说我去进食看看 神会不会让我沾染污秽啊 你会被打我跟你讲 所以有些事情是不可以祷告的啊 说哇我可以去抢银行吗 这种事情是不可以祷告的 所以啊这个不是祷告的时候 因为神的旨意已经显明了 所以在这里神没有抱着他们走啊 没有啊 因为他们不应该也不可以再做小孩了 这四十年的经历 给的他们是在患难当中的成长 在道理上的教导 在磨练当中的改变 目的就是要让你在这里成为一个新人 这叫做长大成人啊 所以当神跟他们讲说啊 祭司啊你要扛着约柜下水啊 你看他们没有跟神讨价还价的 没有哦 他们也没有跟神说你们搞错啊 你们看到河水漫过两岸会死人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会抱怨的 因为信心没有到那个阶段 但是当他们经过了四十年 神给他们一个讯息 他们就站起来就去执行 这叫做信心的建立哦 可是在信心的建立当中 其实神也是有恩典的 你看神原本怎么吩咐他们 原本神是说你要走到河中央 中间走进去哦 约旦河是大河哦 约旦河大河哦 哇 走走走都已经咽到鼻子了 原本神的吩咐说你走到中间河才会开啊 哇糟糕啊走到中间啊 好 现在祭司都挑那个最高的出来 哇 反正走到一半了 哇 不能呼吸啊 但是他们都没有问这个问题啊 神说走到中间就是走到中间啊 但是后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他们的脚一踏入水就分开了 你们发现说神一开始给他们的要求 跟到最后神给他们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这个时候神已经看到了以色列百姓的信心 跟看到他们的顺服 既然已经看到信心 已经看到顺服 就不需要继续啦 没有什么好继续的啦 就好像我们在看那个亚伯拉罕在献他的儿子一样 有人讲说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不会啦 最后不会死啦 你怎么知道他最后不会死 为什么最后神阻止亚伯拉罕 因为神说不需要继续啦 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已经看到你的心 说你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的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没有啦 亚伯拉罕很假装的啦 你小心啦 以后到天国亚伯拉罕拿棍子打你 你说亚伯拉罕假装 亚伯拉罕神会被亚伯拉罕欺骗吗 哎呀 我以为他要陷 原来他 我高高拿起了 你怎么还不敢讲话 没有啦 神知道亚伯拉罕是真的准备要杀他儿子 所以神说不用再看啦 因为我已经知道你的心 约旦河旁也是一样 为什么脚一入水河水就分开了 神说不用再看啦 我知道我看见你的顺服 生命当中遇到患难 人生当中经历苦楚 你要怎么走出来 为什么好像常常在这个痛苦的循环当中 常常遇到让我们不喜欢面对的考验 就是因为你常常不愿意踏下第一步 所以常常在约旦河旁拼命祷告 主啊 不要这样啦 主啊 不要这样啦 但是今天当你让神看见你的决心跟顺服 神会把这些拿走 因为不需要再考验你啦 我已经看见你的顺服 我已经看见你的决心 那就没有什么好考验的啦 就可以把他拿走 所以这个是两个从头到尾这四十年的目的啊 当然神带他们走这一条路是有原因的 然后到了西乃山这里学了他们学了律法 得到十戒啊 所以这一段路程是学习的功夫 这一段路程是小性的惩罚 那其实喔 这一段日子其实过得比较没有什么意思啦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三个月啊 这三个月圣经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讲它 38年只用了六章来讲它而已 你看它时间差多长 三个月跟38年耶 这三个月很多东西可以讲 讨厌当中成长 盼望当中得到神的帮助 这三个月很多东西可以讲的 这38年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 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 所以啊 所以这里是在患难中学习 这里是他们那个小性的一个惩罚 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 今天不管是神在考验你 还是因为你做错了神在处罚你 不管喔 他说到最后神都有一个好意 就是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 所以当时间到了 当你真的长大了 当你已经预备好要过约旦了 当你学会倚靠神不害怕 当你学会顺服神 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循环 然后进入迦南 好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到20分吧 好 那我们这一节就先到这里好了 因为再讲下去就要讲到12点40了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做上午聚会的结束 一起祷告 优优独 Thats